许愿景七 会闪光的并不都是金子 孩子们回到家里 把这些金币放进了袋子里 塞医和鲍比 把所有的金币都放到了一个背包里 我怎么知道哪些是我的呢 鲍比问 没关系 他哥哥回答说 我们可以一起用哦 女孩们决定把钱分了 潘瑟 那是我的金币 简说着 捡起一枚掉到地上的金币 不 简 那是我的 这是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的 潘瑟分辨说 他从妹妹那里 抢过了金币 放进自己的袋子里 孩子们回到镇上之后 都为自己新得到的财富 而激动不已 你先买什么 鲍比问塞医 我要买一百盘游戏 这样我就永远不会感到无聊了 他回答 我要买辆车 鲍比说 他的眼睛里闪着光 你不会开车呀 简说 鲍比怂怂肩说 没事 我顾个司机给我开就行了 赛医 赛医在一家店门前停下了脚步 我们到了 他说 他举起他的手 指着一块写着游戏世界的牌子 我不想去哪家店 鲍比说 我也不想 简表示赞同 我要去多特服装店看看裙子 潘瑟说 孩子们开始争论 应该先去哪里 最后塞医举起双手说 我们可以各自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我们买完东西 再在这里碰头 好吗 其他几个孩子马上同意了 赛医一个人走进了游戏商店 他的目光落在一排排游戏碟上 哇 他屏住了呼吸说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店员问 是的 赛医回答 店里没种游戏 给我来一套 鲍比呢 他去看车了 他用手指触碰着一辆 双门银色跑车 你在给爸爸看生日礼物吗 一个汽车销售员开玩笑说 没准他存上十年的钱 就可以买一辆了 另一个销售员大笑道 很可能要花上二十年的时间 其他人的鲍比 其他人大叫道 鲍比高高地昂着头离开了这家店 你们等着脚 他想 潘瑟和简去了多特服装店买衣服 女孩们 女孩们试了很多件裙子 最后找到了一件 她们都喜欢的 简 那是我的裙子 潘瑟 指着简手里的裙子说 那和潘瑟 穿在身上的裙子 一模一样 这是我的裙子 我先看到的 简 不满地回答 你为什么不再找一条裙子呢 潘瑟 温柔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再找一条 简 用令人讨厌的语气回答说 而在游戏商店里 赛伊 站在结账柜台前 她正在清点 所有的新游戏 这些很快 就都是她的了 你看小朋友 店员说 所有的游戏 你要怎么付钱 我可是个非常有钱的人 赛伊 自命不凡地回答说 也许 你应该先给我看看你的钱 店员说 她的眼珠子 转来转去 赛伊 把装满金币的 很重的背包 扔到了柜台上 这个包里都是钱 她告诉店员说 赛伊 鲍比突然跑进了店里说 我要钱买车 赛伊硬是把鲍比推开了 现在不行 鲍比 我忙着呢 她说 但我找到我想要的车了 鲍比说 她试图去抓那个包 赛伊 赛伊 硬是把鲍比挤开了 我付完游戏的钱 就把包给你 她说 那也是我的钱 鲍比 大喊道 赛伊